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 愿望啊大人 Torch News已经报告到这种程度了 莫非你在我播报新闻的时候都在放空吗 我只能说信仰的日子里 Every second count 想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精彩 那就别让教会生活与你无关 一起收看本周的Torch News 首先主播要来推荐一门 全新的圣经学院课程 认识神 这堂装备课程将通过八课的认识神这本书 以讨论的形式带领弟兄姐妹 在真理中建构整全的信仰 这本书特别强调 知道神与认识神是两码子的事 很多人知道许多关于神的事 却不太了解神 其实认识就是真的能明白能感受 并且对自己有影响有回应 所以你晓得这堂课的目的了吗 课程是从九月底开始 在每周三晚间上课共有十一堂课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够认识神 欢迎报名参加 哇 最近又看到好多刚出生的宝宝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令人期待的 不过接下来面对的就是手忙脚乱的教养生活了 然而别怕别怕 上帝是我们的依靠 爸爸们可以在献阴的过程 向神祷告与立约 宣告 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教育及养育孩子 并且相信神会提供我们教养路上 所有的需要与孩子们同在 这样充满盼望的祝福 就在献阴礼拜当中 本次献阴将于九月十七的主日中举行 欢迎家中有一岁左右的婴孩的父母 报名参加 期待了好久 火把音乐2023全新专辑 终于要破茧而出啦 9月1号星期五的晚上9点 率先在火把音乐YouTube频道正式发行 11首全新创作的敬拜歌曲 曲风多元缤纷 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火把音乐还特别制作了 每首歌的歌词MV 不论是个人敬拜 小组敬拜 还是聚会当中的群体敬拜 都非常方便使用哦 亲爱的火把人 让我们是好提醒 千万不要错过咯 还有还有 火把音乐也将特别举办 破茧敬拜分享会 时间在9月15号星期五晚上 7点30分开放入场 8点正式开始 地点就在火把教会的B1大会堂 这场敬拜分享会 不需要锁票 开放自由入场 欢迎您邀约喜欢音乐的朋友 一起来共享吧 以上就是我们的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还有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跨入9月了 不管你是不是持续跟上读经进度 9月我们要给你一个挑战 一起来读有点挑战性的启示录 让你的心情不会不露 这不是额外的读经进度 而是本来就在今年预定的 一年份读经进度里 为了帮助你更明白这卷书 伴读小书童惯例牧师 将透过在Podcast 圣经Takeaway的分享 陪伴我们读经 每天就近神的话语 生命将更有亮光 阿们 以上就是本周的Torch News 我是主播法拉利 NEO 我们下周见 拜拜